然后看下一个 这是申父古硬币商店 商人...奶奶 Grandma 它这个是分等级的 而且你是可以是预览后面的内容 但是你要升级了之后 才能购买后面的内容 它前面 心腹果是第一个等级,它这边先卖的是一些伤害笔图,都是关于心腹果风格的,就类似于打了马赛克,然后这个是心腹果阿丽莎机器人,这是火焰鸟,火焰鸟的其中,这是一个心腹果射手村的一个椅子, 是一个蘑菇椅子,然后坐上去好像是有BGM的吧,这个是心腹果太阳椅子,心腹果太阳椅子就是,UNI版本的时候,它们那些出的一些行星和恒星的风格的一些椅子,这个是心腹果猩猩, 它是一个椅子,这个是心腹果露西德的花,然后这边也是一些伤害皮肤,一个是Star Planet,一个是火焰,也是心跳,心跳的伤害皮肤,然后这个是 然后这个是十二周年的那个伤害皮肤,我记得十二周年的时候它们是直接送一个伤害皮肤的, 然后这个是十二周年的那个伤害皮肤,我记得十二周年的时候它们是直接送一个伤害皮肤的, 然后这个是心腹果带米安的机器人,冻冻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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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技能,它是一个奇宠, 然后这个就是心腹果蜂树,坐上去需要BGM的,好像是登录BGM,旧版的登录BGM, 秀兵鱼,古代守护者,椅子,然后这是冒陵岛,勇士,电堂,那个电堂椅子,坐上去会显示你的联盟数量, 这个是阿尔卡纳的精灵之术,椅子,然后这个就是它们会卖的一些关于溜冰的一些椅子, 而且你只能在溜冰场用了之后会获得心腹果力量 然后这个心腹果披风 心腹果披风 是个先进道具 然后后面卖的就是一常规道具 然后这个金色潜能之印 特殊 特殊潜能之印 金锤子50% 白鱼卷轴 然后这个是正向 混沌卷轴 会卖三个 每个100 然后这个是 环渊卷轴 特殊容易寻章 SPAP的重制卷轴 然后这个是 伤害皮肤 扩展蓝 一个 轻向成什么药 自由转值硬币 世界地图传送 然后一天的 每天可以买一次 然后就 能手册 能手册 就是特别是 玩新职业的话 不想花金币 就可以买这个 然后超级药水 保罗与普利托 的日长券 无限疲劳之药 然后怪物农庄的宝石 国服剩也没有的 财物也没有 然后这个是 关于 狂龙战士的一些 换皮肤的一些东西 然后这个是 奥德赛通过券 就如果说你第一季的一些活动 你错过了 第二季你通过买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通过它来弥补你 错过了一些活动 但是你要花足够的这个券 然后这是二星的 二星它也是卖这个椅子 后面都是 都会卖这样的 用新币买的一种椅子 然后这是卖的上衣 这是强大涅槃火焰 永恒涅槃火焰 然后是黄色魔方 国服好像叫巨匠之魔方 然后就是A级的潜能 潜能圈 这是附加潜能 附加魔方 然后这是斗燃加速器 还是第一次看到商店 那你们会直接卖这个 斗燃加速器 用一个来给新职业使用 开启斗燃功能 然后就你升级的时候 负量再加两级 然后就是最多到129级 神之子不能用 然后宇宙戒指 然后宇宙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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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 它是要用来 给这个宇宙 戒指来 是他专用的 是他专用的 然后这个是宇宙戒指的魔方 他是专用的 然后这个是联合戒指 联合戒指 联合戒指 他用了这个 很有属性 然后这个是给他用的魔方 这就是佛里得的那个戒指 你购买之后,你去使用它的话,它是有这附加属性,然后它这个石头都是用来给它加属性,然后下面这一个就是, 应该是白色啊,这个白色的,白色五封印系列的一个箱子,然后姐,你会去购买它,白色系列我记得是十周年, 然后这个就是黑色系列,这里可以买武器,还有辅助武器的这个箱子,要150个,这个,而且你还可以买这个戒指,买这个项链,就一般来讲,如果你是斗然的角色, 它一百级会送你一个黑色的箱子,但是它里面是不会有这戒指,它也不会给你这口香糖,还有这腰带,然后这是伤害皮肤,提取券, 它是可以将你保存好的伤害皮肤给提取出来,为一个可交易的伤害皮肤, 然后这40格的椅子包,还有一个40格的灵魂包,这个就是未知怪物蛋,用来随机收藏一个,你还没有收集到的怪物, 然后三星,三星,三星的话这个就,也是卖这个溜冰的椅子,然后它这个卖的是,那个头盔,叫褐色斗笠,这是,这是混沌戒指,混沌戒指,它记得重置潜能的时候,它就可以选,它就有个界面, 然后这个是,是未知成长秘药的箱子,它是可以,随机获得一定量的,清香成长秘药,然后这个是,完成充能的精灵雕坠, 然后这个是,完成充能的精灵雕坠,这个是,叼坠蓝的扩展券,是用30天的, 然后这个是,完成充能的精灵雕坠,这是,叼坠蓝的扩展券, 然後這個是特殊榮幸章,選擇藍八格 它這個券是一個選擇的券,它會給你下面的選擇 你去選擇一種,然後看一下四星 四星的話這裡賣的是白衣卷軸100%,全世界只能買五個 然後這是黃色魔方,也就是巨匠之魔方 它是十個的包裝,然後這是洞洞魚,然後是一個現金道具 然後這個是潛能之印,百分之百,就是完美潛能之印 然後特殊,不叫潛能,印章,然後這是金錘子百分之百 金錘子百分之百,這是正義混沌陣軸 所以它這個正義混沌陣軸一個賣兩次 然後最後,還原卷軸,放到近100個 然後最後是看一下五星,它這個賣的是一些心靈道具 不出因為我覺得應該是永久 然後這個是永恆滅盤火焰的十個包裝 這個是奇異潛能附加魔方的十個包裝 這個是奇異潛能附加魔方的十個包裝 這是黑色魔方的十個包裝 對,十個包裝 這是十五星,行之力強化十五星的卷 然後再混沌火焰器,神奇火焰器 所以它就是這麼做 所以它就是這麼做